今天的股市錄音是上午10時半 已經開了十幾個小時 這幾天手制很多時都是高開低收 昨天結算最高升至三百多點 但到最後是倒跌 而且成交亦比之前減縮 雖然也過千億 但看到市場其實也沒什麼力氣 五窮是六不絕 不過七就回不了身 最主要是現在 一來股市當然不是反映香港實體經濟 香港實體經濟是發善觸塵的 你現在看到最近公布業績 連很多以前的地產公司 是會虧本的行動 新公布業績都要倒竊 雖然是物業股價、股值 重申股、股安低 這是正常的 因為現在的樓價全部都下跌了 其他行業 以前都是借膽的 全部都不會有好結果 例如匯豐 不用說了 又沒有識派 因為現在歐洲很大機會 都勸著銀行不要再派息 為什麼呢 現在整個經濟就很虛弱 整個金融系統 銀行將會面對很多壞賬 因為現在這個疫情 已經顛覆了很多傳統行業 有段時間都不會改變 例如飲食業 就算是恢復 因為隔壁的關係 都會減半 以及人們習慣了 打電話訂購食物 已經改變了消費的圖案 有些相信都不會那麼容易恢復 例如就算疫情過去之後 旅遊業一定會受到打擊 航空事業 都會游有餘貴 以及經過郵輪事件 那你還會不會呢 要想一想 坐在郵輪上的船航也會改變 所以很多的模式 全部都被這個顛覆 而實際影響還未知道 美國其實也是一樣 這個星期 美股都是一般的 都是星利亞跌一天 今天收市 最重要是因為數據差 剛剛公佈了 美國剛剛第二季 原來跌了39.2% 絕對不是小事 這是1947年以來 這是最大的跌幅 歐洲也一樣 收縮了10% 也是有始以來最高的 香港就不用說了 今天連續四季 都是GDP是negative 所以說 實體經濟是伏線足塵的 不過今天美股 雖然DAO中下跌 S&P下跌 但是NASDA直至上升 無差 因為今天宣佈業績 幾大的科技股公司 首先就是蘋果 除了意料之外 蘋果業績不錯 第二季的盈利 150多億 如果我今年增加12% 現在的銷程也不錯 雖然在S&P下跌後 說今季新型的電話 就會押後 才是面世 到11月 雖然收了市 場外交易就升了半成 即是蘋果業績上升 即是估計其他 因為幾隻大型的科技股 都會公布業績 Amazon Google Netflix 估計都應該是向好 所以變成 你看到科技股繼續去 但是DAO中就不行了 因為DAO中最多跌到500多點 一來就是 數據告訴你 因為包括最新的第二季的失業數字 又升了145萬 即是多了人失業率 令到失業救濟金 原因就很簡單 因為疫情真的 到現在不但沒有帖子 星期三都連三個州同時創新高 一天之內七萬多宗 最近每天都是五、六萬、七、八萬 這些限定的 包括Florida 包括Minnesota和加州 所以有很多地方又要重新關閉 所以變成 人們都很質疑 經濟復甦的幅度 所以變成 肯定是以為是泵水 今個星期本來就是 共和黨在參議院裡面 提出一個方案 15000億的經濟 不過 還有爭執和民主黨 還未獲得通過 最主要原因 就是就勞工失業的援助方面 大家記得上一次 扔三萬億出來的時候 所有失業人 除了失業救濟金之外 每個星期還可以有600元的工資 另外一次過 每人都有1200元的美金 所以變成幾個月加起來 人們都可以收一萬兩元 真是不錯的 但今次共和黨認為 如果再這樣派發 那些工人就不肯開工了 特朗普當然很心急 希望人們開工 經濟復甦 做好市場 才能競轉連任的希望 所以想逼人上班 就是認為今次 如果再派錢 一個星期最多是付200元 民主黨當然是反對 因為民主黨的票員 就是一些基層 還有一些有識人種 就好像過不了 可能要留待另一個 特朗普說過會扔一萬億去搞這個基建 所以變成 其實最近七月都過了一個法案 放寬了 以前美國有一個環境的保護法案 令到很多這些基建 都不能夠很順利開展 因為要經過很多審查 現在就被它修訂了 所以變成很大機會會扔一萬億出來 但是一日未公布之前 對市場就不會有什麼刺激 暫時來說 都是要靠這個科技股頂住 就好像香港情況一樣 香港今個星期 都是星期一開始 有科技香港版的指數 第一天就受美股影響 因為上星期五美股跌 所以變成跌了下去 但是接著這幾天 就看得到 就算現在的升幅差不多沒有了 跟昨天差不多一樣 都是高開低收 甚至可能倒跌 但是這些傳統的股股 全部都不行 這些傳統的籃籌股 大部分都不行 就靠這些科技股繼續撐 我想現在的情況也是 美國也是這樣 香港也是這樣 市場 你看得到 自從在250天線下來之後 其實這一兩個星期 基本上都是在10點平均線上徘徊的 基本上都是橫行的 但是科技股就不管了 繼續去 所以再遲些 連這些重磅股都加入了恆生成分股 我相信就才會反映實況 現在的恆子其實不是怎樣反映實況 因為恆子裡面還有很多是舊經濟的股 舊經濟的股 舊經濟基本上就不行 你會看得到 尤其是現在香港 搞到疫情這麼嚴重 你這個不禁食又不是禁食又不是 因為香港始終不像美國那樣 可能派錢給每個人 叫大家不要上班來家 那一上班又要解決這些食物的問題 那你以前就是 晚上如果禁堂食就更有些理由 但是如果日休息呢 那去哪裡開飯呢 所以搞了兩天之後 現在這個特區政府都要讓步 又回復了 但是什麼時候搞得怎樣呢 真是目左洋 香港可以說是兩岸四地做得最差的 比台灣、比澳門、比澳門 連大陸都不如的 所以現在反過來 反而大陸的人不歡迎香港人上去 所以你看到澳門就可能 很快就可以自由行恢復 對澳門的經濟 特別是賭股會有些衝擊 所以你看到雖然賭股 小村的業績是差的 但是其實都是繼續撐上去的 現在我相信就是 中央一定會有些政策 就是有利澳門的 香港就是政治陣就不用說了 就是越來越收緊 但是經濟上就是 如果這個疫情是搞不定的 想幫都幫不了的 現在可能連這個基本的物資的運輸 由大陸下來也好 或者是海運來到香港也好 或者是通過空運來也好 因為這個機組人員 以及航運人員裡面 已經被確定了 是今次的疫情變成第三波裡面的元空 那你說怎麼辦呢 你看到大陸 大陸反而相對地 就是叫做穩定 雖然就是 這個禮拜裡面 都有兩天的成交 其實跌破了這個 縮了水 你看到資金是流走的 是低於這個1萬億 但是昨天又上回到1萬億上面 最主要的原因 就可能就是 現在就是 剛剛開完政治的會議 就會宣佈在10月 就會開這個五中全會 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就是 很多人就以為 因為大陸有天才 有這個經濟的收運 以及被美國圍堵 大陸會不會這個政治矛盾激化 令到習近平不穩 但是如果熟悉中共的作風 如果開得會 其實就是權力穩固 因為中共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 扭權力談妥了 就根本開不了會 不會跟正常開到會 如果10月開到這個政治局上 這個五中全會 主要討論下半年的經濟 和社會的策略 就是說大權還穩握在習近平手中 而習近平很明顯都是強顏路線 所以你看到在香港就是絕不讓步 初初很多人估計 以為現在傳出 我相信都會的 說押後一年的選舉 那就不需要DQ 免得讓外國人有藉口 怎料不是一樣照這個DQ 所以你看到就是 這個政治上一定是越來越緊的了 但是在經濟上 大陸也是全力發展和美國一樣 就集中在那些科技股新經濟 所以他暫時又頂得住 現在習近平講到明了 已經靠所謂的內循環 他的內循環意思就是內需而已 就是說中國就是夠大的 市場夠大 就怎樣頂得住 就算你怎樣背割他都好 他都不會一時會倒下去 所以這個局面將會維持 但是另一方面 香港你看到現在 雖然很多國家都是 就這個港版國安法 或者對香港採取一些所謂制裁 但是實際上 暫時真的倒獄的 都沒有的 包括宣佈制裁名單 或者最直接 我想最大的影響就是 可能就是金融制度 比如說美國好像制裁伊朗那樣 制裁香港不准對回美元 和聯絕局 那麼暫時沒有這些情況 估計其實也都出現的機會 其實是不大的 為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雙龍劍來的 就是如果用這些金融戰 其實每個月中美之間已經打過 最初是外貿戰 接著就是科技戰 比如制裁華為 制裁中興 到近期的地緣政治 包括在南海 包括在中壇邊境 作勢好像會有戰爭 但是實際上也沒有下文 下一步 可能會有金融戰 最近前任的金融局總裁 任志光都出來說 我們不要一輪廢言 他說的就是沒有項目 始終他都很熟悉這個金融情況 因為現在其實全世界都有一個現象 就是因為最近 美國固然印了很多錢 即是那個赤字 即是 那個預印赤字已經超過了GDP 全年來一定過30萬億 但未來肯定都會再印 即是現在不印就不行了 譬如今星期 聯絕局開完會之後 即是固然為期不變 如果一早說了去到2022年 其實都不會加息 當然他們也不想做負利息 雖然特朗普很想做負利息 但做負利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如果負利息 那些錢就會離開 最近大家都知道 這個美元的匯價很弱 而且因為特朗普突然之間提出 想押漏選舉 因為怕輸了 雖然借口就是用牛帝的方式 可能令到選舉 不能夠那麼公正 表面上是沒有權這樣做的 一定是國會才能過得到的 但因為它用行政命令 即是鑒操離 可能會製造混亂 所以亦都因為這個消息 令到今日美股有些回吐 不過無論如何 即是今日那個10年債券 已經跌破了0.6里 即是0.5 不知意味著什麼 就是很多資金 其實就走了去債券那裏 即是避風險 最近其實美元兌很多日元 歐羅、英鎊全部都下跌 因為那些錢根本是 已經出現了一個所謂去美元化的現象 所以令到其他金屬 例如好像金 大家知道已經碰到2000元 雖然還未穿 但已經穿硬了 連這個比特幣 現在已經上升到11000元 已經是 不知不知有9000元 已經升到2000元 即是已經升到2000元 即是說資金其實是四散 即是不看好美元 這個去美元化某程度上 對香港也會有點離開 為甚麼呢 你也看到 現在這個美元對港元 都是強方7.75元 昨天這個金管局又是要沽錢 所以在這個坡裡面 其實也有成1800多億 所以就算銀行拆息 也會下降 所以遲早那些錢都會流回股市 現在解釋到為何最近 雖然樓市很黏 但價錢都不是怎麼下跌 只是因為錢真的上去太多 加上現在有了科技指數 還有大陸的股市 是陸續回到香港 或者就像這個981那樣 即是兩邊一起上市 所以我看的就是 雖然那些股市不能夠大升 但也不會怎麼大跌 亦都變成集中是炒過不炒市 即是集中那些科技股 尤其是新的那些 如果是超限購的那些 就是短炒都可以炒 譬如你也期望到 有些股股一定是入行指 譬如阿里巴巴 譬如京東這些 遲了入 所以變成不會跌到去哪裡 所以繼續也是炒股不炒市